想要挑戰急診室 更難的跟 然後一直讓自己練得更好 堅定說著自己的目標 眼前這個身材壯壽的 17歲大男孩小宇 五年前卻因血癌 有將近三年的時間 都必須在醫院的病床上 治療度過 這場大病更影響了 小宇的人生志向 超過他就馬上又退燒下來 就是像一般感冒 到出來他說 都是點點很像那個血排 小宇病後 由丹心媽林秋美獨自照料 為照顧兒子 林秋美無法工作 家中更有當時才讀 國中及國小的其餘三子女 五口僅靠兩萬多補助 難支撐醫療及生活所需 當時經社工轉介至蘋果基金會 蘋果暖流披露 或讀者捐款 共79萬3211元 就不用擔心 他吃養品跟家裡的開箱 謝謝蘋果基金會 因為他們有這一筆錢 然後才會讓我們生活 過得比較再好一點點 就自己的幫助很大 兩年前 小宇順利結束 為期三年的抗癌療程 因有感於醫護人員 用心照料 讓他決定讀護專 護理師在那一段過程中 讓我陪伴很多 既然我三年都在這一個環境裡面 這樣子走過來了 那為什麼我不要去回饋一點 然後真的如果讓我自己讀出來 我要去碰到像我一樣的病人的時候 我也可以去開導他們 也可以去跟他們講說我的故事是什麼 就變成他另類的一個那個幫助 所以我問你 是怎麼會去公園 你怎麼會去公園